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先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露露 哈喽 露露 你好 哈喽 领导 你好 大家好 接下来同样也是要带给我们听的是 Blues的乐曲嘛 露露 对 这是新一代的New Generation的 我们今天把它带入那个Chinese Blues Chinese Blues 哦 这好特别 我们一直以来听的都是欧洲的啦 美洲的啦 不然就北欧的啦 对 如果参入国情各国的话 它就融入各国的背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 这个蓝调也比较的沉稳 比较沉稳 对 比较沉稳 就是蛮合乎我们的民主性 好难想象哦 我们这条歌 因为完全都有蓝调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所以它也有 我们听到中间的时候 也有吉他 电子吉他的表现 非常的好 非常好 对 这位歌手其实是个华裔 他是来自阿根廷的 他其实是一个音乐制作公司的老板 他的音乐制作公司叫做Matrix Lewis Lim 我们听这条歌我发现它是中文歌 中文歌 好特别哦 对 他用中文唱 可是它的整个的结构是蓝调格式 可是它就是比较沉稳 而且我们会听很熟悉 好像我们平常在听中国歌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的这个谱曲的这个音调 感觉就很像我们的民谣的感觉吗 不是 不是 可是很 你的感觉就是很容易 很容易接受 哦 真的 哇 好特别好想要听听看 是什么样的感觉哦 他的音乐制作公司 其实是有点像是经纪人那种感觉 然后帮人家安排做歌手这样子 他听说他已经有五个国家的范围 是由他在制作 哇 他是在阿根廷那边 音乐制作公司 对 他现在人也在阿根廷 对 不过他其实是有实力的 因为他的网站已经几十万人上去 所以如果我们等一下听他这首歌曲 有兴趣想要听更多关于这方面的 对 可以去他的制作公司 看看他其他的歌 他其他歌几乎都是英文的 只有这条是中文的 诶 中文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熟悉 对 不过你们可以有空的话 是www.mmp.onlinestudio.com 然后AR AR就是阿根廷的 哦 嗯 嗯 就可以找得到 对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 英文翻译叫做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 他就是直接翻 我一听我就知道 因为我听他中文歌 知道他就在唱走投无路 哦 我们听得懂他的歌词吗 对 应该听得懂 是完全被中国人接受的 嗯哼 所以完全是由路易斯他自己自编 对 自己填词 对 那么自己自唱的一首 因为他就是音乐制作公司的主办人 嗯 所以他唱这条中文歌 我觉得还算是非常好听 而且他已经做了150多首歌 哦 诶 我蛮好奇 里面会不会有那个胡琴啊 没有 或是琵琶 绝对出乎你们想象 可是我还是原来的强调 蓝调原来的欣赏方式 就是你们听他后面的吉他声 很好听 哦 变吉他中间 剑奏 OK 好 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 这一首来自于Lose Land 所带来的《走投无路》 嗯 曾经我一个人 孤独走在路上 月到尽头 一次又一次地 回向我的命运 我的过去 我的遭遇 外人的树树落落 比我陷入到一场空 究竟谁能理解我的痛 我的苦 我的梦 我走投无路迷失在一场灰心的梦 到底谁能要醒我 我走投无路迟失事万万靠在悬崖的边缘 到底谁能拿出我的手 到底谁能拉出我的手 到底谁能拉出我的手 我的思绝 我的思绪 来来回回 转来转去 还是一场空 我走投无路迷失事万万靠在悬崖的地方 我走投无路迷失在一场灰心的梦 我走投无路迷失事万万靠在悬崖的边缘 到底谁能拉出我的手 我走投无路迷失事万万靠在悬崖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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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投无路迷失在一场灰心的梦 我走投无路迷失在一场灰心的梦 到底谁能要醒我 到底谁能摇醒我 我走投无路迷失事万万靠在悬崖的边缘 你世世万万靠在寻那地边 到底谁能拿住我的手 到底谁能拿住我的手 欢迎回到在于我们电台 大家今天听到的是Jazz还有Bruce的乐曲 那么为我们带来这些好听的乐曲 当然就是我们的好朋友Lulu了 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特别的中文蓝调歌曲 不过听起来就是真的多了那么一点哀愁的感觉 可是它明明就是生长在欢乐的南美洲阿根廷 因为它是音乐制作人 所以它其他的歌曲其实都是很活泼的 所以一唱到中国歌也只有这条 结果就变得比较缓慢 对啊好好玩 可能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影响 会有 非常感谢我们Lulu这些国外的朋友提供了这些好听的音乐 给我们的音乐疯一点的听众朋友 也再一次感谢Lulu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这些乐曲 谢谢Lulu 谢谢 祝所有听众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以及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周末假期 晚安了 拜拜